HELLO 大家好我是Nick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款最新拿到的一個玩具 那我現在就來把它打開 好的這個就是Ultra Act Ultraman Zero 2.0的版本 那他是一個超可動的模型 那認識這個賽羅 Zero的朋友們應該都知道他是Seven的親兒子 那他拜師Leo 在他門下學習許多肉博以及光線技的技巧 那他這個角色的設定非常的討喜就是有點臭屁 但是又給人家一種很勇敢的感覺 那我們現在就來把它打開吧 打開之後可以看到他的配件相當的豐富 盒子也比一般的還大盒 就是除了本體呢 一般Ultra Act 他裡面頂多就是本體 還有一些手心 然後頂多一些光線技的配件 一盒就OK 那他這個非常特別 他還負責跟他的師傅Leo一起的合體光線技 然後還有他的一些 特效武器件 還有他光線技 好的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打開看一下本體 以及他的配件吧 好的那首先我先跟大家來介紹一下手型 預設是兩個握拳的姿勢 然後呢手型 第一個是 五指張開的手型 第二個是手刀 第三個呢是屬於他招牌動作 他很喜歡用這樣大拇指去撥弄他的鼻子 或者是一個鼻戰的姿勢 再來就是呢 指著對方 一隻手指頭跟兩隻手指頭 的手型 再來呢 這兩個呢 都是握持武器的手型 一個呢 開口比較大 一個開口比較小 那總共就是 1 2 3 4 5 6 7 你有7對手型可以做踢換 那接下來他有 多附一個頭雕 然後這頭雕跟標配的頭雕的差異就是 因為 ZERO他頭上的這個武器呢 是可以拿下來的 所以他額外附贈了一個 沒有頭標的一個 頭型 左邊可以看到就是 ZERO他的專屬武器 那他胸前呢 其實也是可以把武器裝載在上面的喔 所以這邊也有附一個替換件 然後還有一個 背後的支架的一個蓋子 然後以及胸前的一個 紅色燈號的替換件 他可以有替換藍色 跟紅色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光線劑的部分 等一下再來看本體 這邊有個胸甲的替換件 那這個胸甲替換件就是 當他胸前呢 有一些配件的替換的時候 換上這個呢 可動性會比較好 再來是他的頭標的武器特效 這個是他的光線劑特效件 以及這個最重要 他與他的師傅 LEO的 合體光線劑的特效件 非常的帥氣喔 好的接著我們來看 主角 就是他的本體啦 那他本體呢 主要配色就是藍紅配色 然後以及 他跟他父親一樣的喔 會有一個 胸甲 一個戰士的證明 他的爸爸呢 是一個 冰斧頭雕 那他是有兩個 那身材呢 屬於比較修長型的喔 那Ultra Act 的可動性 我們來看一下 以守護的部分呢 連接身體的部分呢 他有一個很大的球型關節 那 手肘的部分呢 可動性呢 非常大喔 這邊可以看到 彎曲的角度非常的大 手腕的部分就是常見的球型關節 胸口的部分的可動性也非常的大 那腰部的部分的可動性呢 上渴 那大腿的部分呢 他這邊有做一個可以拉伸 增加他的可動性 膝蓋部分的可動性呢 也很不錯 他可以彎曲的角度也蠻大的 腳踝的部分就是常見的球型關節 那腳掌的部分呢 也可以彎曲 來增加他的接地性 頭雕的部分呢 眼睛的部分是一個 黃色的透明件 我覺得做得相當細緻 然後呢 他整個外型設計就是非常彪悍 非常帥氣 那整體呢 我覺得 關節緊實度不錯 那可動性也很好 那跟一貫的 Ultra Act 是一樣的水準 2.0版本又改進了1.0的一些缺點 那建議購買呢 都是建議購買2.0的版本會比較好 好的那這個就是 Ultraman Zero 賽羅 Ultra Act 超可動模型 簡單的開箱介紹 那今天簡單的分享就到這裡 那我是Nick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擁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